高姐啊 什么事 诶 张杨啊 我去你们家了 家里没人呢 朱莉安会不会去医院了呀 行 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咱们在那儿见 好 医院见 有个叫朱莉安的孕妇来过吗 不知道 我们到前面客室会一下 谢谢 谢谢啊 大伙 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朱莉安的孕妇来过这儿 没有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有个叫朱莉安的孕妇来过吗 没有 行 行 行 你别担心了 也许朱莉安根本就没来医院呢 最好是这样 我跟你说高宁 如果说他把孩子打了 那还不是把我给杀了呢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回家看看吧 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行 谢谢你啊 咱 咱随时电话联系 咱 咱随时电话联系 这孩子我不能留着 咱们俩都要离婚 我希望既然分开 我们就分了个干干净净的 不要有任何的前提 以后你跟你的儿子去过那么好日子 我也要看守我的新生物 你去医院了 对啊 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已经跟九月说了 让他回美国去 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你怎么能就把咱们 咱们俩的孩子给打了呢 我定下去医院了 不过 做手术之前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决定 要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然后 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怎么说 孩子没打 我决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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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决定了